那個外地組場 但好久沒有離開桃園球場了 我們今年呢 在3月31號 3月31號的開幕站 是在新莊球場 新莊球場 那在下個禮拜呢 兒童節的連續假期 我們也會在天母球場以及大巨蛋來跟大家見面 希望我們北部地區 還有我們熱情的球迷朋友 繼續的來到球場 來為我們熱天桃園來加油打氣喔 好那 預計呢 我們是在4月中下旬 16、17號呢 我們那個時候就要回到了桃園組場 也希望呢 大家呢 來期待我們今年的桃園球場呢 有相當多的這個 除了草皮的更換之外 還有我們的 LED燈啊 包含外野的座位也希望呢 不管你是組隊或者是客隊的全民朋友 歡迎來到我們的球場來做體驗喔 非常的感謝大家 我是阿成 那也非常謝謝我們的熱天女孩以及元氣小隻 那希望呢大家今天呢天氣相當 嚴熱喔 有點喘 天氣相當嚴熱那也請大家多補充水分喔 非常的感謝大家 我們待會也要做進行的是簽名了嘛對不對 要簽名了 好 對喔 還要合照 都忘了這件事情 所以呢 好 我們女孩來看一下中間的畫面好了 好 為了 欸先 先要給球迷朋友拍喔 你要拍我們嗎 好 來來來 先餵一下攝影師 好 好 後面的球迷朋友要有熱情喔 好 1 2 3 要噎出來喔 1 2 3 好謝謝 來前面的 還有一點時間喔 再給我30秒 好來 前面的球迷朋友喔 好我們來捕捉一下 女孩的畫面 我想說我到旁邊就好了 好 來 看一下前面喔 好 看一下前面喔 還有另外一個 還有另外一個 寶貝 好了非常好 來右邊的球迷朋友 非常感謝大家喔 好 好謝謝大家 那我們接下來 要先下來 休息一下下 要進行的是 簽簽了喔 好 待會要複製喔 好 好 待會要進行的是